我看这题 它说一个上导型A B C当中 向量A B四起 负三四 向量A C四起 四三 求向量B C的弹度是多少 怎么算 麻烦你 画一个向量A 上导型A B C出来 讲行不行 A叠 B叠 C叠 向量A B四起 从A到B四起 负三四 所以向量A B四起 负三四 那向量A C 从A到C 向量A C四起 四三 那老师想请问一下 求向量B C的弹度怎么算 来老师想 第一个 什么叫做向量B C B C怎么算 向量B C的弹度 所以说向量B C的弹度 我要先把向量B C的 坐标算出来 行不行 怎么算 什么叫B C 老师可以把B C分解成B A 再加3A C 这样行不行 好 问题来了 向量B C四起 什么叫B A 请问告诉我 A B四起 负三四 那B A B A是方向相反 差一个什么号 负号 负三四 差一个负号 变三 负四 再加上A C 向量A C四起 四三 这样行不行 把向量B C算出来行不行 把A K加A X 三加四四 七 Y加Y 负四加三四七 補一 算出来一次第二步 求向量B C的弹度 把向量B C加上什么值 绝对值 绝对值 把负量坐标的地方 平方相加开根号 72平方 19 加算负一平方 1 算出来一次根号多少 50 什么叫50 它可以分解成 25乘以2 所以说算出来一次 5 根号2 OK 我可以分解一下 我可以分解一下 你会分解一下 我可以分解一下 你会分解一下 感谢观看